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趋势新闻 我是丁静怡 您的孩子施打疫苗了吗 台湾在8月开放让12到17岁的儿童接种疫苗 截至10月底已经有超过百万名的学龄儿童 接种第一剂疫苗 但是青少年打BNT疫苗可能会出现罕见心肌炎副作用 台湾专家决议青少年的第二剂疫苗是暂缓施打 而5到11岁要不要打疫苗尚需审慎评估 不过现在在全世界已经有许多国家 开放5到11岁的儿童打疫苗 有些地方还提出大学全额奖学金的鼓励 儿童和青少年到底该不该打疫苗 是利多还是弊多呢 世界各国如何实施 我们今天为您做了全球儿童疫苗政策的总整理 今天要带您一起来看 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数据 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全美有将近620万名的儿童检测出阳性 虽然儿童感染COVID-19少见重症 染疫住院人数也占所有人数的不到5% 死亡人数更不到0.025% 但是美国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CDC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有637名儿童死于COVID-19 是2021上半年5到14岁儿童的十大死因之一 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开始推动儿童打疫苗 美国在10月底正式批准5到11岁儿童 使打辉瑞疫苗 第一周就大约有90万名儿童接种疫苗 而全美一共有大约2800万名的儿童 符合接种资格 扩准能够为幼童施打的辉瑞疫苗 用在幼童身上的剂量只有10维克 是成人版的三分之一 一样也是要注射两剂 间隔三周 全美各地大约有2万家的药局 小药科诊所 还有儿童医院和其他指定场所 提供疫苗给儿童施打 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表的报告 辉瑞公司研发的复避胎疫苗 在5到11岁的群组当中 预防带病症感染新冠肺炎的效率 可以达到95% 而研发莫德纳疫苗的公司 也表示它旗下的疫苗 在6到11岁的儿童体内测试显示 能够引起不错的综合性免疫反应 美国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 CDC主任瓦伦斯基说 虽然儿童染疫后的 康复能力超过成年人 但仍然有风险 而FDA顾问小组表示 儿童施打疫苗的好处 还是大过于风险 在中间中的医院中 有3,000孩子 预防疫苗的病毒 没有看到任何非常重要的 在实际上 甚至最大秘密的迫估 后面接触的病毒 如肌肤、胸口、腰痕、 疲惧上的脖面 他們的頻率是低於幼稚圖和幼稚圖和幼稚圖 而另一種原因是他們用了低於幼稚圖和幼稚圖 所以新的反應是還好 但總共有效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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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3,000孩子是一個大小的數據 但實際上是不足夠的 當然我們不見任何個疫苗的疫苗 我們會繼續保護 如果有更多的使用 隨著各國繼續推進自身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不少國家紛紛開始為12歲以下兒童接種新冠疫苗 歐洲藥品管理局5月的時候批准讓12至15歲的兒童接種輝瑞的腹比泰疫苗 之後歐盟各國就以不同速度來進行接種 其中丹麥和西班牙分別讓12至15歲還有12到19歲的兒童來打疫苗 當地絕大部分這個年齡層的兒童都已經接種了疫苗 而在法國根據法令規定 未成年人必須要出示新冠肺炎測試的陰性證明才可以來進入電影院 博物館 餐廳 購物中心等室內場所 當地接種速度也相當的快 截至9月底大約有72%的12到17歲的法國兒童接種首劑疫苗 而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兒童就有大約64% 德國8月開始在Delta變種病毒開始傳播之後 擴展接種對象 熱格年齡滿12歲的人都可以來接種 而瑞典當地政府規定只有患有肺病嚴重哮喘 或者是其他高危疾病的12到15歲的兒童才可以打疫苗 還有挪威它並不是歐盟成員國 也在最近才開始讓12到15歲的兒童來接種新冠疫苗 但目前來說只可以接種第一劑的疫苗 還有他們要晚一點才會決定 是不是讓他們接種第二劑疫苗 當一些新興國家已經開始大規模為年滿12歲的兒童接種疫苗 除了亞洲的印尼、韓國、泰國、馬來西亞還有菲律賓 印度當局也在8月批准 讓年滿12歲的兒童接種當地自主研發的疫苗 土耳其當局也隨著學校的重新開放 為12歲或以上兒童接種疫苗 另外部分國家也開始為更年輕的兒童接種疫苗 包括為3歲以上兒童施打疫苗的中國 中國當局在6月的時候就開始讓3到17歲的兒童接種國藥疫苗 香港則是在4月開始讓16歲以上的居民接種疫苗 到6月再放寬條件滿12歲就可以來接種 北京當局的目標是年底在當地達到約8成的接種率 雖然中國當局沒有強制國民來接種疫苗 不過部分地方政府宣布學生的家人必須全部接種疫苗 否則學生不可以回校上課 阿聯酋在8月開始也為3歲或是以上的兒童 接種中國研發的國藥疫苗 阿丹廷也有類似的措施 致力更讓年滿6歲的兒童接種中國的科興疫苗 在巴西部分地區已經準備好 當衛生當局批准之後 就會為年滿5歲的兒童來接種復必胎疫苗 世界各地能不能開始幫兒童施打疫苗 美國各州還針對5到11歲的族群來接種 並且提出多項的獎勵 像是紐約州政府再度祭出全額大學獎學金的抽獎 在12月19號之前接種疫苗的兒童即可參加抽獎 名額一共有50名 中獎者可以獲得紐約州任意公立大學學院 兩年或四年的全額獎學金 補助費用涵蓋了學雜費 住宿費以及餐費等等 目的就是為了鼓勵家長 儘速帶著孩童捲袖施打疫苗 不過12歲到17歲青少年接種輝瑞BNT的 新冠疫苗後發生心肌炎 新胞膜炎不良事件是層出不窮 讓不少人存有疑慮 美國統計顯示青少年打第二劑BNT疫苗 新肌炎發生的機率高出第一劑的10倍 部分國家也調整青少年疫苗的施打策略 像是香港就近12到17歲改打一劑BNT 英國12歲到18歲只施打一劑BNT等等 對於孩童打疫苗 奧斯卡影帝馬修麥康納也提出個人觀點 現在我沒有人來訪問 我沒有人來訪問 你沒有人來訪問 我沒有人來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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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妻子已經訪問 我們有一個高-risk人 在家中的家中 我的媽媽是90 她是在190年 她是寫的 所以為何要你 要你的孩子要訪問 我們來訪問 我們走路上 我們走路上 其實也未來訪問 現在我們走路上 我選了 我們走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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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肯定還未來 兩年來 我的家中 可能 我們沒問題 因為老母 我們都沒有被訪問 我們有甚麼 很重量過 我們來訪問 我們可以 懂得到 從小鑌 我們可以去 當做到家裡 都能達到 好幾天 都能達到 去做 做到 沉获 我正在 洩視界 我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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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他在參與《紐約時報》 《Diolbook峰會》的時候 他公開表示 不會讓自己的孩子 接種新冠疫苗 也不支持強制兒童接種疫苗 根據了解 馬修麥康納跟妻子 一共育有兩男一女 包括13歲的長子 11歲的長女 以及8歲的次子 他說自己並非新冠疫苗陰謀論者 他跟妻子 還有高齡90歲的老母親 13歲的兒子都打了新冠疫苗 只剩兩個12歲以下的孩子還沒施打 他說即便在新冠疫情之前 他對任何的疫苗 都是盡可能的先觀察一段時間再接種 他也透露過去兩年來的抗疫方式 包括讓家人大量進行病毒檢測 多進行戶外運動 增強抵抗力 還有比別人更嚴格的居家隔離措施 目前他希望搜集到更多資訊之後 再讓兩名12歲以下的孩子打疫苗 不過要格外注意的是 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疾病管制劑預防中心警告 2020年在爆發新冠疫情之後 大量公衛資源被轉移 導致全球有2200萬名的嬰兒措施 麻疹疫苗接種 根據世衛 WHO還有美國疾病管制劑預防中心 CDC的11月公布的聯合報告 去年麻疹病例比2019年下降了超過80% 但2020年沒有接種疫苗的兒童人數 比前一年還要多出300萬名兒童 創下20年來最大增幅 這些因素都會增加兒童死於麻疹 與嚴重病發症的風險 因為麻疹已經知道是傳染性最強的疾病之一 比COVID-19還有伊波拉病毒 肺結核或流感的傳染性都還要強 對嬰兒還有幼兒是尤其危險 肺炎是其中可能的病發症之一 報告指出2020年在23國實施的 24個麻疹疫苗接種活動遭到延遲 導致將近9300萬人身陷感染風險 而這兩年處在疫情之下的全球 已經有2億6千萬人確診 死亡人數超過510萬人 儘管疫苗的不確定性高 充滿風險 但是專家還是表示 無論是成年人或是孩童 施打疫苗是利大於弊 無論最後決定打不打疫苗 都要做好功課 評估自身健康狀況 才有可能把風險降到最低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趨勢新聞 我是丁靜怡 感謝你的收看 喜歡我們記得幫我們按讚 追蹤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會